有办法让徐诺不能这么嘚瑟了 你有什么办法 最近山姐不太忙 我们可以找她 让她给徐诺找点事 许总 你快看上去吧 出事了 怎么了 刘经理和山姐在销售会上吵起来了 吵特别凶 走 你现在必须立刻马上告我道歉 这边这事没完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有三个月的任务都没有完成 你还要在这儿苛刻纵紧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所直营的这些店都做货了 你不去补卧 你有这么多伪计行为 我还不能批评你了 行吗 你那是批评吗 你那是误误我 你真要不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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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总你来正好 刘经理当了这么多员工的面侮辱我 你说这事怎么办呢 我先听听他怎么侮辱你的 我家里有事要起十天假 他呢非但不拼还诅咒我什么家破人亡 怎么回事 他仗着自己是老员工在这儿倚老卖老 还要苛扣很多的这些赠品 三个月的任务都没有完成你知道吗 还要这样无苦缺情 我刚刚在会上提出批评的时候 他跟我撩条子 说他老公的二大爷生病了 他要去照顾我 先说行 你的直系心术没问题啊 你可以去照顾啊 你跑前跑后 你待兴休假 无所谓我可以给你这个假 但关键你现在不是 我刚说这么一句急了 我不认为刘经理说的 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啊 这还没有不妥啊 那他的意思就是我要请假 我家里边就有这死人是呗 这是诅咒啊 这就是不如啊 有你这么欺负人的吗 刚才还说了 我要是有事儿下的话 得提前申请 除非遇到什么 家破人亡啊 房屋倒塌 有这说话的吗 能不能把话说清楚 我刚刚是这么说的吗 我刚刚说的是 除非有突发事件 不可抗力 但是在这个前提下 我们要把工作安排好 对吧 行 我明白了 我不认为刘经理说的有什么问题 反倒是你郑珊珊 有点小题大做了 好啊 你妈联合起来欺负我是吧 等着等着 喂 老公啊 我在单位被欺负了 我还请假照顾你二大爷 他们非得不给我嫁 还说我们什么家伙人亡 房屋倒塌 我告诉你 你要再不来我就死这儿了 谁是做药了 谁敢欺负你啊 跟他接电话 谁敢欺负我老婆 由着服务他 谁敢欺负我老婆 信不信把你罪取买断啊 我不信 好啊 行 你给我等着 有本事别走 我三分钟之后的 看我戳死你 我告诉你们 我这老公呢 脾气特别爆 他要发起活来 我也没招 你们自己看着办法 郑珊珊 你给我听好了 原本你业绩差 我认为只是你工作态度有问题 现在看我 你的自身素质 跟这个职位根本就不相符 我以迪欧营销总监的身份 正式通知你 你被公司解聘了 人事部三天之内 会给你发解聘格 当然了 这是公司要开你 所有的赔偿 公司会按照劳动法支付给你 现在 请你立刻马上离开公司 我去 你们他们真是要投资吗 好啊 沈姐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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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你 你叫死人 我 我又要找五个东西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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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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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开会 大家不要受到干扰 该干嘛 干嘛去 快 哇塞 还是头一回见许总发这么大脾气 我都给录下了 赶紧开会吧 别说了 进 许总 会不会有什么事啊 刚才听山姐她老公讲话 真的挺神人的 小痞子一个我能怕她吗 你姐姐我可是练过剑道的 她要是敢跟我犯婚 分分钟我把她打趴下 许总我觉得 要不然你还是别说气话了 我听说呀 山姐这老公真不是什么闪叉 你说山姐这人吧 一没学历二没专业 怎么能在咱们公司做那么稳 守着上海这块大肥缺 不处理也能拿着替成 你有没有想过这背后是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啊 难不成她是老板的亲切 那倒不是 你知道山姐刚来公司的时候是干什么的吗 不知道 我听说啊 当初咱们公司遇了点危机 有好多代理商压着咱们的货款不给接 然后余总不知道从哪就找来这么一位 你还别说 这山姐跟她老公还真挺有办法的 你甭管多难产的客户 只要她们出马分分钟就能搞定 乖乖地把钱给她们打过来 真的假的 我听说啊 她老公真不是什么山茬 带着十几个人拿着钢棍 晚上半分钟上一坐 你要不给钱 就她就不走了 听说这还算灵灵的呢 血腥的招多着呢 徐总 那咱们该怎么办啊 他都会不会冲过来打你啊 会不会破溜钻 扎针 好好好 好了 被你们俩这么一说 还真有点胜人 要不然 咱们直接报警吧 那 报警 那也得等她人来了呀 嗯 那这 你跟保安前台 都打个招呼啊 只要不是本公司的人 一个都不去放进来 你 去跟魏也打个招呼 随时准备报10 行 赶紧去赶紧去啊 行 请问你们去哪儿 刚才不是问过了吗 我们去迪欧公司 你们去迪欧干吗 刚才进门就问了半天 这还没进电梯怎么又问 很抱歉 真是为了我们大厦的安全 我们妨碍大厦的安全了 请你们清楚地告诉我 你们去迪欧是干什么 要找谁 否则还真不能让你们上去 我去迪欧是看看老朋友 经理经理 已经问清楚了 他们说是老朋友 上去谈点事 他们这么说就行了 我已经是来到这儿了呢 赶紧来架 是 明白明白 走 走 根据许总提出的全员培训要求 我们联系了各个领域的资深专家 培训科目也已经确定了 这是课程计划和预算 请您看一下 预算没有问题 时间跟课程 你要再跟许总商量一下 以他的意见为准 好的 站住 你们到底找谁啊 沈总 楼经理不好了 出大事了 许总不知道怎么了 好像招惹什么人 门口来了一堆的人 好像要泄斗 我已经通知大厦里面的保安了 咱们 要不要报警啊 晓妍 你先别慌 到底发生什么事 慢慢说清楚 我也说不清楚 反正形势特别紧张 那会儿人已经冲进公司了 许总都已经慌了神了 这 这 快走 快 你们怎么回事 我们会长好些好意 来迪欧看看 你们烂前烂后的 什么意思啊 麻烦你们出示下你们的证件 留下手机号码 跟我们说你们要找谁 我们先联系一下 看他愿不愿意见你们 否则不能让你们进去 这市地偶没错啊 怎么填了这么多毛病 是不是快倒闭了 每天都来追债的 所以怕了 可以吗 前出示你们的证件 我要不出示 你是不是还要让我进呢 对 不能放一个先来人的进去 你们负责人呢 叫他出来见我 怎么回事 我是负责人 金会长 沈总 你可真有意思 每次见面都能带我惊喜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您怎么突然来访 我们有失远赢 我真是非常抱歉 算了吧 我可担待不起 好心好意来看看你们 你们可倒好 出动这么多拨 拦了我四五回 有好霸道啊 这是五回 金会长 金会长 对不起对不起 真是一场误会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以为是来闹事的 好 今天的事情 稍后我会亲自向你解释 先请进吧 不好意思啊 好 这次的事情也太可笑了 我也没想到 金会长会来突然袭击 真是丢死人了 也是因为你业绩好 投资方好幸好意来保障你 没想到 让人看了个闹局 对不起啊 这次的事情 是我的疏忽 我没处理好 进 曲总 正好沈总也在 找我有事吗 郑莎莎的解聘协议 做好了 林总看过了吗 应该要支付的违约金 要按照劳动法核对清楚 千万不要有数了 林总看过协议了 她要我提醒你 说郑珊珊不是那么容易打发的 我给过她很多次机会了 但是她太嚣张了 现在只有她走 上海的业务才能开展下去 沈总你觉得呢 你做主就行了 这个解聘理由 为什么写这么含糊 这是林总提议的 林总建议不要写得太具体 就直接写 因为又发展 不设辞岗位 这样双方都留有余地 会好一些 这个林凡顾虑也太多了吧 他人呢 他为什么不过来 为什么他自己不过来说 非要你转告 累不了 好了 我没问题了 紧快去熟悉吧 那好吧 那我们人事部门 就通知郑珊珊 来签解密协议了 对了 如果郑珊珊来纠缠 那我们怎么应付呢 应该不会的吧 刚才她老公在电话里 是很凶狠嚣张 但过了大半天 也没见有人来啊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不是再跟余总商量一下 余总如果有问题 让她来找我 好的 我知道 不管怎么说 你这段时间出入 还是小心点 你担心我啊 你要是担心我 可以天生保护我 我让罗叔给你加个附加险 不错 在我的影响下 你已经开始有幽默感了 我好有成就感啊 最近真是好 想什么来什么 这么沉 好 只好 这一天 Remote 我怎么办呀 你放心 有我在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行 那我等你电话啊 沈总 珊珊这个人又直又冲 但是她对事不对人 不就是跟许诺顶撞了两句吗 有必要把人家开除吗 很多事情我能够理解 不表示我应该接受 郑珊珊自己做错事情 还公开挑衅 对她的上司进行人身威胁 影响太坏了 她必须开除 这个决定 不只是许诺的决定 也是我的决定 员工做错事情 我们可以降到她的指扣 她的奖金 但是她为公司付出 这么多年了 你现在把她开除掉 有必要做这么绝吗 她曾经为公司付出过 但是公司没有亏待她 她当初收回来的 没笔款项 我都给她超高的回扣 她妈妈的医药费 她的儿子的入托费 都是公司报销的 公司没有对不起她 但这两年她做了什么 尤其是许诺入职以后 她除了拖后费 她为公司做了什么 说到底你还是护着许诺 听她一面之词 我不管 珊珊跟了我这么多年 你不准开除她 经理就是论事 她必须走 如果许诺可以行使 总监的权力 开除郑珊珊 我也可以行使 副总裁的权力 把郑珊珊请回来 你不要忘了 以来的事情 我今天给出你面子了 你自己答应我 不会有通通的事情 才发生